虽然大部分人都是今天早晨才发现下雪 不过有一些人他们昨天半夜就已经走在了马路上 他们就是沈阳的环卫工人们 很多的驾驶人都有感受 今天早高峰的时候 沈阳大部分的主路的路面都已经清理出来了 可见大部分的出血工作已经在后半夜就已经完成了 有个在沈阳打工的小伙子小关 他这回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环卫工人的辛苦 同时他也想为环卫工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我们一起去看看 今天早上9点 在沈阳市黄国区昆山路上记者看到 这里的除血工作已经接近了尾声 据介绍能有现在这样的成果 全都是环卫工人们彻夜除血的功劳 由于这场雪下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是一边下一边除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出动了接近50台的除血车 都是滚刷 还有撒步车 出动了1000余人 现在都在搭接小巷 正在清理除血呢 把雪先打成一个堆一个堆的 然后一会儿用车把它们运走 保证一个市民安全出行的环境 环卫工人们的辛苦工作也感动了许多市民 不少市民自发为环卫工人送来了热豆浆和热牛奶 在黄国区珠江街华山路 一位来此打工的小伙子也看到了环卫工人们的辛苦 便想到尽自己所能为环卫工人们送上一份温暖 我们是在这附近打工的 大早上看环卫工人 早上四点多就出来扫水 看它挺辛苦的 稍微热水 热水没有多少钱 就是给它暖暖身着 大早上太冷了 有一个好心的市民给我们送了一些豆浆 让我们感到重新里往外的暖 谢谢好心市民对我们的关心与爱护 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他们将会把堆在路边的雪堆运走 同时还将把边石附近的积雪清理干净 保证道路畅通 当整个城市都在熟睡的时候 总是有那么一些人在默默地奉献着 同时也有不少像小关这样的市民朋友 支持和关怀 让我们这座城市也是更加的有温度 也希望我们都给予这些劳动者应有的尊重和理解 配合环卫工人的作业 我们也是这样的地方 下rian 下一 univers题 on 这边 居